有一句話說 聰明不能抵業力 富貴 其可免輪迴 這個人在聰明 但是業力來到的時候 又怎麼能夠做得了主呢? 如果人聰明就沒有業力的話 早就沒有意外的東西了 像之前 在中國的路上 突然整個大橋就倒了下來 就是這個影片 路上的車輛當時被壓到 面目全非 我們想想看車裡面的人怎麼辦呢? 這人類可以聰明發明科技 發明汽車 發明好車 發明明車 但是 從來就是沒有辦法發明 可以預防意外的汽車 明車也好 這橋壓下來也是完蛋的 當時這個車 當場就被切成兩半了 其實佛法是從來沒有意外的東西的 因為這是業力的問題 我們看 剛才被壓的車 剛好就是遇到紅綠燈的青燈 這個人是沒有違規的 他是看到青燈就走的 但是沒有想到 上面會有大橋壓了下來 他沒有犯法 但是就是會出事 剛時也有些人剛好是遇到紅燈 就停在那裡 看到眼前的橋 就掉下來沒事 那有些人在橋掉下來的時候 剛好下車 不在車裡面 那有些剛好是走過橋 才倒了下來 所以我們怎麼說呢? 其實沒有意外的 就只有業力 有這個業 自然就有果報 所以面對這種業力 最好的就是念佛 因為我們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話 就能夠得到十方諸佛的互念來劃起業力的 面對業力的時候 我們世間的榮華富貴 才華聰明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用了 像這次的中國喬他的事件 聽說保險公司就賠了差不多1萬美金 給那些受害者 各位 這個被壓在裡面的人 他連屍體可能都是面目全非的 如果他還是我們家人的話 難道賠個1萬多 我們就滿意了嗎? 我們會說好高興 人死了 還有1萬美金可以拿 如果會這麼想的人 大概我們講的就是神經病了 真的 除了說能夠在阿彌陀佛的底下 找到救度的安心以外 真的是沒有辦法治療這種喪失親人的心痛了 聰明 富貴 是不能夠化解痛苦的 就除了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今天如果說我們有念佛的話 至少我們知道我們過世的親人 能夠到最美好的極樂世界 這樣總是安心得多了 因為過去發生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是沒有辦法回頭的了 那能夠解決的就是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就是得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就算說 我們一時會傷心 會心痛 但是 因為念佛慢慢會變得比較平靜的 所以 我們今天能夠提早念佛 早得到阿彌陀佛釋放祝佛的護念 真的是很好的 因為平常大事能夠化成小事 出事的時候還能夠轉為圓滿的事 真的是有大大的好處的 其實 雖然念佛是有現世的福報 但是現世的福報 畢竟不是最究竟的 因為一個人 在這個世間 怎麼圓滿也好 總是會有無常 這個再年輕漂亮的外貌 遲早都會變老 善導大師就說的 我們看 善導大師用的形容詞 真的是厲害的 大師說 老人的皮膚就好像雞的皮膚一樣 皺皺的 頭髮也會變成白鶴的擺設 就是雞皮鶴髮 那在健康也好 慢慢的 我們手腳也變成不靈活了 那世間的一切也慢慢都會消失 所以人生到底可以擁有的東西有多少呢? 各位 一客人可以得到多少東西? 一輛車 一間屋子 一位老公老婆 幾個孩子 這些都是嗎? 華人說的 人生就是爭一口氣 我以前看到這句話 就感到很奇怪 人生就只有爭一口氣嗎? 太太少了吧? 不過後來 我到醫院就看到 那些病人接著呼吸管 上氣 不接下氣 真的體會到人生真的只有爭一口氣而已 尤其這次的疫情 上次看到重病毒感染的病人 到了醫院 連呼吸 一口氣都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們人一輩子真的是只有一口氣而已 一口氣不來 什麼是屬於我們的呢? 所以佛才說 人命在呼吸之間 有一次 佛就問了這個弟子 人命有多少呢? 有弟子說 人命有幾天 因為沒有水喝 可能那幾天就晚了 也有弟子說 人命在幾頓飯之間 你沒有飯吃 一下子就要餓死了 但佛說 你們講的都不對 佛說 人命在呼吸之間 這個一口氣出去 沒有回來 那就沒有啦 人生真的只有一口氣而已 像這次 我們體會到的可能更深 以前我們每次出門 呼吸空氣都覺得說 這是很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但是現在出門 外面的疫情嚴重 病毒很多 連呼吸 我們都會感到很擔心 所以人生你輩子 能夠過得去就好啦 增到太多 你也是帶不走的 再厲害的事業家業 也經過時間的摧殘 都會消失到無影無蹤 世間的東西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好不好的 不好的東西是無常 好的東西 其實也是無常的 連釋迦牟尼佛晚年在涅槃前 吃到最後一頓飯 吃完後 就全身痛到不得了 這就是我們這個世間的情況 有生老病史 沉住壞空的變化 所以阿彌陀佛對我們最大 最圓滿的互念 就是來到娑婆世界 互念我們 介於我們到永恆安樂的極樂世界 這樣無常 無奈 苦難的人生 才會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要不然我們繼續輪回 你要輪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現在只是剛好出生在沒有戰爭的時代而已 如果以後繼續輪回 出生在這個戰爭時代 出生在災難的時代 那就慘了 像佛在經典告訴我們的 我們未來的世界 會經過一個小善災的情況 那個大概是幾千年以後人的世界 首先 就是遇到沒有東西吃的時代 那個時候的人大概平均只能活到30歲而已 我們看 我們現在人的年齡 好像越來越短的 那幾千年以後人只能活到30歲 更短命 那個時候 地球因為連續幾年都不會下雨 沒有下雨 植物就生不出來嘛 東西就長不出來 就沒有東西吃 所以人大多數都會餓死 那肚子餓的結難過去了 接下來的就是瘟疫的災難 我想可能是人死太多了 這個病毒 細菌 不受控制 導致傳染 所以那個時候的人差不多活到20歲就要病死了 瘟疫的結難 那剛才是20嘛 現在是病死 那最後就是遇到刀兵結了 刀兵結就是路邊全部都是殺人的武器 看到人就是打打殺殺的 現在有些國家暴動 我們看到圖片都會感到很害怕 但是各位 刀兵結比這個更加的可怕 因為那是人砍人的時代 人人都這樣 刀兵結的人大概只有10歲的壽命而已 地球的人口也會因為刀兵結會降到最低 剩下沒有多少的人 因為全部都被殺死了 這個是幾千年以後地球的情況 各位 未來的世界慘不慘呢? 那就太慘了 那我們還不要念佛嗎? 我們還不要念佛 這一生就讓阿彌陀佛借引我們到極樂世界嗎? 我們今天自己念佛可以去 也可以叫別人念佛一起去 那我們講 這真的是有福同享了 如果說 我們覺得這些人世間的災難很慘 但如果說墮墮三惡到地獄就更加的慘了 墮地獄的苦是根本講不出來的 那有些人聽了覺得說 這個很迷信 我沒有看到就不算 那話說回來 你真的想要看到地獄嗎? 各位 看到地獄的時候 不就代表說 我們已經墮下去了嗎? 能夠看到地獄的人 就只有兩種 一種 就是阿彌陀佛去救度眾生 那第二種 就是凡夫罪業深重感到地獄的景象 所以有些人要學菩薩 講到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我不去地獄 誰去地獄? 是啊 凡夫講這句話 真的講對了 你罪業業力這麼重 你講大話 那你不去地獄 誰去地獄呢? 所以我們要離苦得樂也好 要成佛度眾生也好 全部念佛到極樂世界就對了 去了極樂世界 才是真正能夠埋怨的 因為極樂世界是永恆的離苦得樂 什麼苦都沒有 什麼樂都圓滿具足 那佛法的專門名詞就叫做成佛了 要不然我們凡夫在娑婆世界 只會被業力牽著走而已 到時候救自己都沒有能力 更何況是救別人呢? 所以念佛是最好的 佛在《阿彌陀經》說的 一切諸佛之所互念 戒得不退轉於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Namo Amitavu Namo Amitavu Namo Amitavu 將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 了解 成為一切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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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成為一切諸佛